又戴上頭盔,Vian是他的產品代言者 但無關事的,因為他有很多事 我可以在他那裡請教,可以知道很多知識 當談了很多次,大家在健康打字經都幾熟悉Vian的時候 有些網民就會挑戰或奇怪,我問這是什麼人 所以我專門要找一段時間跟你去談談,到底誰是你 香港出生,香港小學,香港中學 大學就離開香港了? 離開香港,其實我最初決定去中西一齊讀 在哪裏? 在企南大學,中西一齊學,六年可以搞定兩樣東西 讀了六年? 沒有,我讀完臨床前,我就改變主意了 做醫生就是夠少量的人 如果我是設計一些方案 用硬件,用儀器,就可以救多些人 給醫生用,不就更好 所以我就決定去澳洲讀電子和電腦工程 林畢業的時候,我就發明了一些東西 就是一個球型馬達 一個能夠360度任意轉動的馬達 構思就是拿來給一些傷殘人士 就是拍車不聰明的人 那輛車可以掉頭就這樣轉轉 然後就拿了兩個獎,成績都不錯 什麼獎?哪裏給你的? 這個是IWE電機工程師學會的最佳論文獎 一個是澳洲維多利亞省電力公司的最佳論文獎 之後就做一些音響上面的科研 當時我也有謝里夫 找我做一些特殊的總理府的影音系統 又關這個什麼事呢? 我就開始被人挖 做這個產品開發的總監 我每次去展覽會 都見到很多人抄襲我們的東西 抄襲我們的東西 就算是專利了都抄襲 專利真的保護不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就做一些 肉眼看不到的技術 由納米技術 變成皮米技術 令我可以做到 今天我現在做這些事 接著我又去涉獵 亦都去讀自然醫學 自然醫學都很好用的 即西醫 經常都醫不到慢性病 但是急的東西很好 快的東西很好 中醫醫不到很急的東西 要慢慢調理 但是慢性的病亦都不錯 自然醫學有很多很好的招數 但是臨床的研究的統計又不夠多 我發覺終於有條橋可以博通這三樣東西 就是量子物理學 以及電子工程 所以我是代很多網民去發問 就要知道 你憑什麼說 以前那堆在健康蛋的說話 那麼多理論 那麼多東西 原來真的很多是真材實學出來的 最近這個疫情 我們都談了很多 但是有一件事 現在很多香港人 其實是世界上的 很擔心 因為工作 於是他們就很大壓力 於是他們就睡不著 這是很嚴重的 即是怎樣算呢 很多人說怎樣算呢 怎樣算呢 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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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些什麼在這件事 壓力和睡不著這件事上面 有沒有些什麼智慧可以分享一下 絕對可以的 是 其實呢見到很多人 真的好像瘋了 是 又不懂得笑 那我就做了很多測量 那段時間我幫很多人做測試 用電腦掃 就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就有一些焦慮症 亦都有一些抑鬱症 但又不是真正陷入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但是他們自己不知道自己 為何這麼不開心 是 那原來呢 又再掃描 看入一點 就是他們缺乏這些愈快荷爾蒙 例如包括 Serotonin Oxytocin Dopamine 這些 有一堆這樣的愈快荷爾蒙 可以在某些動作下面獲取 例如你運動 那些人跑步 跑步 踢球 踢球 可以產生一些Dopamine 所以不運動 你會不開心 你習慣了運動 你做少一兩天 你會覺得不妥 是 很內疚 其實就是 那些愈快荷爾蒙少了 但是這些 除了運動 或者做某些看笑片 這些之外 或者有些出去喝啤酒 對著幾個朋友 吹水 其實也是產生一些愈快荷爾蒙 但是現在我們不能走在一起 就可以用一些穴位的處理 也可以用一些儀器的處理 真的嚴重的用儀器 就可以令我們的腦裏 出回這些荷爾蒙 這樣就沒事了 但是輕微的可以自己家裡處理 是 就可以令我們的壓力 令我們的焦慮 去化解 自己家裡怎樣處理 記住一個叫做一二三的口訣 是 在一個腳有一個軟位 叫太沖穴 是 腳 腳面太沖 太沖 在第一條腳趾縫上三四個手指 痛的位置 是的 知道 那個叫太沖穴 腳趾弓和第二隻腳趾之間 那條縫 那條縫上三個手指 那個叫太沖 是 這個就是一 一 二呢 就在手上 就是合谷穴 嗯 和這個內關穴 合谷內關 太沖 是的 那你可以 如果不用針 可以捏 也可以這樣照 這些就是疲憊技術 是的 這樣就很快的 快過你捏很多的 如果沒有的 都是捏 沒有就捏 捏又慢很多 是 是 那就二了 三呢 就在頭上 腳、手、頭 一個月頭在下面 兩個月頭在手 第三 三個在頭 三個在頭 那邊呢 我就這樣指 就是印堂 就是這個 美心這些位置 印堂 還有呢 就是白匯 在頭頂 嗯 耳仔尖上到頭頂 嗯 還有 封持 除了減壓之外 可以令到那個 血壓 都可以平和 那我們在家 就可以 就是有空 做多久 做多久 其實呢 如果你沒有儀器 就是用手的話呢 你就做它每個位置 起碼五分鐘 是 那它這樣捏 都可以幫到的 是 這個動作呢 也都很好睡的 是 不過呢 就 頭的位呢 這些位呢 你就 臨睡前的兩三小時 就不要搞它了 因為會提神 是嗎 是啊 是啊 我遲夜晚 很累啊 那我自己 我當然有那個 I-1 那我就去搞 真的搞 可以提神嗎 如果你超累呢 I-1 都不會令到你 睡不著的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超累的話呢 這些會提高 腦循環的餘胃 你就會醒 是 按一按 會醒一晚 開夜這些就對了 哦 開夜車 是 白匯 風馳 好提神 是 但是 這幾個月位呢 能夠令你呢 那個 情緒 以及壓力 是很快下降的 即是當你其實 有時候 懵懵懵懵懵的時候 你可以做這件事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啊 懵懵可以做這個 嗯 那就 懵懵做一個 這個位 嗯 這個位去耳朵 上邊 哦 這個位 這個要告訴我 這個還未知 這個 這個位呢 你去搞它呢 去按 或者照它呢 是可以很生氣的情況下 都可以 啊 OK啦 這樣 你早說 原來這個位是可以這樣 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什麼餘位來的 這個叫做角酸穴 角酸穴 在耳朵上面 是很有效的 這個叫做散氣穴 就是說呢 用來散一道氣 散氣穴 如果不開心 或者生氣的時候呢 搞這裏呢 就可以解決這個生氣的問題了 好了 於是剛才那幾個樣子 就可以自壓力和失眠了 是的 如果都睡得不夠 睡得不入 是 還可以用營養去處理 是 加上腳底的湧泉穴 腳底你 套下去 就是這樣套的時候 最套的那個位 哦 即是腳底最套的那個位 距離那個腳跟那裡 大概三分二 上面三分一 那個叫湧泉 是 那個是腎經裡面第一個穴位 也是最保腎的位 那其實腎就不只是腎臟 這個腎臟的 是包括中樞腎經的 是 所以如果你搞過湧泉 就特別好睡 另外可以吃一些營養的補充劑 譬如 Melatonin 就超好睡 它叫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 對 Melatonin 就三個毫克 足夠的了 即是街邊可以買的 有的 有的 另外呢 就有一隻叫做Gaba G-A-B-A 就是 Gamma Aminobutyric Exit 叫Gaba 不知道你說什麼 是一種氨基酸 是天然的形式 Gaba G-A-B-A 這兩個加密 也是很好睡的 不是安眠藥的東西 不是安眠藥 不用怕 全部是健康食品 是 那這些 和你無關的 和我無關 和你無關的 只是介紹 你叫我買這些 不是不是不是 周圍都買到的 周圍都買到的 健康食品加上穴位 加上穴位 加上如果再嚴重些 用一些比較重型的儀器 都搞定 那當然這些 你要自己想 要不要找V人去做這些重型的治療 那些就是你們自己考慮 但是 剛才聽到就是 就算你說不是 我在家裡 都可以用一些最簡單的方法 去幫一下自己 因為這段時間 真的大家自顧不下 你自己 唯有自己幫自己 真的 很多人就是這樣 睡不著性 很多壓力 那你就自己幫自己 提一提 那些有情緒創傷的人 譬如有一些 創傷了他的內心 他的腦裏面 有一些特殊的水結構 是照磁力共振 看到的 哦 是 那這種情況 就真的要 比較重型的方法 因為可以致癌 就是有幅相 可以給你看一下 在腦道的橫切面 如果你照磁力共振 你可以看到這些圓圈 好像連鱗那樣 是 是 那這些水來的 是當你 我見到很多人 當他如果受過很大的創傷 例如破產 或者女生被人侵犯了 或者是一些很淒慘的一些事情 經歷 發生了 那他會有這些這樣的結構 水的結構 在腦裏 在腦裏 然後就不甩了 蛤?不甩了? 就像落印那樣 是一些叫做 trauma memory 這些 memory 是可以 stay 一世的 那有兩個方法 可以處理的 一個方法就是 完全不用成本的 就是叫做 vomiting exercise 就是說 你拿一塊紙 閃為房門 關掉電話 不斷寫 不斷寫 那寫完 要馬上撕掉它 不要再看 寫完 寫是寫你自己的痛苦經歷 還是寫自己的 想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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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思考的 不需要咀嚼的 是慎的 你寫不出就畫公仔 是 那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馬上不要看 撕掉它 那這些呢 不斷 一個星期有兩次三次的 這樣重複 就一路會delete 這些創傷的結構 但是這個時間要久的 可能要以月計 甚至再長一點時間 看你的創傷是多重 那當然也可能儀器 去將它一個共振方式 將這些結構去振散它 亦都可以拿走的 那根據德國的研究 法國呢 它這些圈的 原心的位置 是跟每種癌症掛鉤的 就是說如果每次 就是它一堆統計 那一堆病人的原心在這裡 可能就是乳癌 一個原心在這裡 可能是肝癌 全會有數據 又有統計 所以我們情緒的問題 是可以引致很重的疾病 其實情緒這件事 大家好像掉以輕心 那樣 我是會開心 我是會發脾氣 我是會發眼眨的 但是其實不是 其實是會影響其他的病 尤其是當你去到一些 好像你說那些 那些創傷的情緒 原來是會好像這些 印在你的腦裡 然後會有壞事出現 各位小心 好了 今天又掌知識了 又知道了 大家有壓力的 睡不著的 可以試一下剛才阿Bian的意見 試一下吧 在家裡做無防的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自己問阿Bian 不要問我 我不會回答你 你自己知道現在怎樣問他 是吧 今天麻煩你 多謝你 記住了 又想再看多些 關於 因為阿Bian講的 其實跟你們有關 你們的身體健康有關 記得多點來 訂閱健康彈 隨時我就抓阿Bian上來 又談談第二件事 另一件身體上的 一些健康的問題 OK